你講說 這是唯一少數台灣食辣鬼屋 還有人住的地方 但是你那時候怎麼知道 人家答應了 你知道我有 對啊 因為所以我從小到大 因為一直有這樣的一個 所以很多他們 當初這個屋主就是因為知道 我有陰陽炎 所以希望透過我 跟這個所謂的裡面這個女鬼 能夠互相面對面的談這個事 那你看得見那個 那一位往生的小姐的表情嗎 譬如說很愁苦 很生氣 他怎麼都不理我 都不答應我什麼的 跟鬼談判 跟人談判 有什麼不一樣啊 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我們人的話 有時候我們講說 聲音多 表情多 動作多 可是靈界的朋友 有時候他很單純 他有時候跟你講的時候 他就是靜靜的在那邊不動 他就是用講的 然後說給你聽 那其實我們 等一下 你說他用講的 所以你們不是用眼光 意念交流 是你真的看到他嘴巴哇哇 在告訴你我要怎樣怎樣這樣嗎 這個不是他嘴巴動 是他 你會聽到那個聲音 就是從他這邊傳過來 他所有講的話 有一個聲音就這樣 傳進你的耳朵來了 對 並不是 並不像我們用嘴巴這樣在講 可是聲音是一樣聽得到 你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我的媽呀 所以謝老師還真的去跟 看不見的這位小姐 還有幫這位先生的家裡 在那邊談判 你勾斜啊 談判高手來的 但是說是台灣人或是說中國人 比較會擔心胸宅這種事情嗎 也可能喔 是不是 譬如說你看貝克漢 最近人家要紮多少錢 想要去買 這是以前的 這個以前啦 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 義大利的設計師 叫Gianni Versace 然後呢 他在他們自家豪宅的門口 走出來 砰一個被人家給打死了 那就是標準的胸宅了對不對 好的 如今貝克漢他到美國足球隊 他要紮七億五千萬元 想要競標這間胸宅 所以這老外是沒在怕就是了 我覺得如果有錢 我也想去搶一下 真的喔 你不會怕 這是什麼好怕的 因為基本上這事情已經過去了 然後另外 他有他行銷的效益 如果說我今天要做一個 這個足球隊 如果說我要拍廣告 有一些VASAGE的 他也不用真的住在裡面嘛 每一間拿來拍一個廣告 萬一拍一個廣告又拍到VASAGE 果然老師的講話不太一樣 至少那鬼很時尚嘛 如果在台灣喔 現在都會 新聞裡面都會講說 大家要去買房子 最怕就是不乾淨的房子嘛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上網 現在不是都有什麼胸宅網 還是什麼的 所以你應該是跑不掉 你不會查不到啊 理論算是如此 但實際上胸宅網 大概公布的大概不到五成啦 不到五成 所以還是有至少五成的房子 事實上有很多人去查過了之後 結果還買到胸宅 這個案例也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其實在圈裡都有 其實剛剛講的有幾種狀況 你可以去問警察伯伯 好去警察局問說 警察先生我要買哪一間 哪一個路哪一個像幾號的房子 你幫我 請幫我調查一下資料 通常一流的警察伯伯 他很忙 他不會理你 除非你是胡孝誠啦 OK 他大概會理你 他還是一樣不理你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 要找什麼鎌馬店的歐巴桑 台北市你找個鎌馬店給我看 我問檳榔攤可以吧 檳榔攤什麼都知道啊 那個西市常在換啊 我昨天才是在換 所以那個大概也不太容易找得到 那我就要找誰 其實我說真的我們在房地產圈 那麼久了都要去問 益銷 我看你益銷就很厲害 他會講出他的英勇事蹟 你不知道 那天我跟我的出來 三個是這樣啦 兩個是這樣啦 OK 他會講一大聲 然後你本來講問他三分鐘 你就想走他講半個鐘頭 然後要泡茶泡茶泡茶 這種狀況其實是事實上有的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是說 既然大家都這麼在意 是不是政府應該有一些明確的機制 不能去問鄰居嗎 鄰居一定都知道啊 怕這個問題就好了 如果說今天你去問 真的是有人家鄰居不見得會告訴你 因為為什麼 他怕影響他家的房價 那也對 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他告訴你是的話 那你也不能信 為什麼 因為他想便宜買 他自己去放話說這房子不乾淨 然後自己去便宜買 這間有錢的啦 每個人都走 每個人都走 走到最後就便宜的把它買下來 還有一件事情怎麼樣 還有這種狀況就是說 因為買賣的時候你必須要告知 對啊 一定要啊 所以說屋主要告知 對 房仲要告知 那當然這個情況 房仲沒有調查權 所以基本上就是告知這件事情 那問題是有租賃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問題 好 我今天是什麼狀況 我去買一間房子 把它打成五個套房 買一間凶宅 買一間不乾淨的房子 便宜嘛 好 我把它切成四間套房 租學生 熱鬧吧 租學生可以吧 租不用講 租賃合約上面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一個漏洞 那真的耶 你看便宜買了 我又不用住在裡頭 在這個問題就是 我又不住那邊 然後我就分個四間套房 然後學生在那邊租 然後很吵啊 也不知道到底人在叫 還是學生在叫 很亂 現在年輕人很亂 也不知道誰在叫 人氣旺 對 那再來一個問題 所以這種狀況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有這種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房子產 有一句話叫 然後叫氣弱有數 天空三張鬼都會怕 對… 其實我們講說過去 鬼月都是賣得最好的時候 真的嗎 對… 不是鬼月大家都不敢買房子嗎 這個打房比要更可怕了 打房更可怕 對… 所以我也想說 其實金光閃閃的部分 其實大概景氣好的時候 其實管你什麼鬼不鬼月 所以觀眾朋友 你也不要想說鬼月去什麼 打八折 打七折 沒這回事 但重點是 你在乎的是 不要在這個月簽約 不要在這個月過戶 不要在這個月立宿 大概就沒有事情 也不能簽約 也不能過戶 也不能立宿 要是再衝了 可以負選啊 可以下訂 你可以看房子 負訂沒關係 我去看都沒關係 這都沒有問題 但其實有很多其他的宗教人 也不在乎這件事情 所以有些進信天主教 或我們剛剛談到一些案例 他做佛教的什麼佛堂等等 也都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基本上 凶宅這件事情 我們講節目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要觀眾可以睡覺 好不好 沒有那麼可怕 第一個 凶宅不是法定名詞 這件事情 什麼意思 那不然法定叫做什麼 不乾淨的屋嗎 非自然死亡的屋 對… 就是非自然死亡 所以沒有那麼多 凶宅也不是鬼屋 也不是凶宅就一定會鬧鬼 這是一個問題 當然現在有很多法定的認知上 有很多的問題 譬如說 A跳到B的頂樓 跳到C的中庭 基本上只算A啦 只算A 對 別的不會被帶衰就是了 威力踩沒有那麼好中 沒有那麼好中 所以說這個東西 現在法定的認知的判斷 還有一些差距 所以說除非你真正看到什麼 其實真正看到也沒什麼不好 你只想如果都凶宅 晚上騎睡覺在臥房 早上起床在陽台 這種39度的天氣 晚上還有人幫你蓋背 Rune Service 節能審判多 是不是 晚上人家39度 我們還會發冷的 謝謝大全哥 總而言之 只要坐著正行的端的話 都不用怕 尤其剛剛被大全兄講完 都沒有在怕 禮拜一到禮拜五 晚上十點鐘 歡迎大家持續的鎖定新聞娛樂 拜拜 超好整個就 節奏就輕快了起來